天高海阔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最近在美国发生的新闻 似乎在美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但是在中国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参议院 全票通过了禁止中国人买地这个法案 我这两天一直收到国内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些 还没有拿到美国绿卡的朋友 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他们都非常担心 那么担心什么呢 就是如果之前南卡州 我们说已经通过了禁止中国人买地这个法案 那么现在佛罗参议院又通过了禁止中国人买地这个法案 据说在全美国有11个州准备跟进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 未来中国人在美国还能活得下去吗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过去讲过 但是因为太多朋友关心 我们不妨再把它聊一聊 讲到美国的有些州通过禁止中国人买地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媒体 十分愿意报道这种新闻 但是他们在报道的时候 都没有讲当中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佛州这次通过了禁止中国人买地 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 拿到美国绿卡的是受到豁免的 再有过去哪怕你是中国人 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但是你过去买过地也是不会被追究的 所以说这种新闻听起来好像很可怕 但是它其实说穿了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体现 那么讲到美中关系 很多人都问我你到底怎么看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 那修杰今天就把过去我在节目里面讲过的一些话题 重新再简单的再整理一遍 关于美中关系我的判断很简单 这个我早就说过了 美中之间已经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关系了 第二点美中之间 无论是美国在换多少届政府 无论是美国民主共和或者其他党 谁来当白宫的总统 中美之间一定要绝个胜负 美国一定要和这一届的中国政府决出胜负 美中关系才会有一个解决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因为美中之间的敌对关系 所以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好 华裔也好 我们说华裔就是华裔美国人 华人呢就是还拿着中国护照 或者在美国是念书工作 或者已经拿到永久居留的 那么华人也好 华裔也好 包括生活在美国的一些亚裔 比如说日本人 韩国人 长得像中国人的样子 这些人在美国的生活 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多多少少在某种程度上呢 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 整个社会对华裔 对华人的观感 还有呢就是美国政府 对华人所采取的一些政策 包括现在各州通过的禁止买地 其实说穿了 就是美中两国敌对关系的 一个体现 为什么我说美中之间 现在一定是个敌对的关系 一定要绝个胜负呢 我们先来看美中之间 关系当中的访问和不访问 什么叫访问呢 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些 重要的政治人物 重要的军方将领 到底到了哪里访问 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到了俄罗斯的访问 李尚福到俄罗斯的访问 我想作为国防部长 他只为一件事 就是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那么你认为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 给我们透露什么信号呢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 中国会不会上俄罗斯战车 很多听众朋友都说 中国肯定不会上俄罗斯战车 中国肯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肯定不会用这个杀伤性武器 来援助俄罗斯 那么现在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 讲的是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你还怀疑接下来 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吗 虽然说前一段 那个机密文件的泄露 机密文件里面说 中国已经决定向俄罗斯出售 这个杀伤性的武器 或者是致命的武器 但是我觉得这些机密文件 真真假假 我们未必相信 我们还是从两国关系 发展的未来的态势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 这样的判断 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 取决于中国和美国 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 以及必须要决胜负 所以中国在援助俄罗斯 军事设备这点上 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 或者我们换句话来问 你觉得李尚福 这个时候去访问俄罗斯 西方国家会怎么看 北约国家会怎么看 美国会怎么看 美国和北约国家会认为 李尚福访问俄罗斯 完全是个礼节性的拜会吗 当然不会 李尚福访问俄罗斯 一定是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 而这个军事合作 俄罗斯现在最需要什么合作呢 当然是需要中国向他提供 一些有杀伤性的武器 而中国需要俄罗斯什么呢 当然是俄罗斯的军事科技 而这个需要军事科技 最多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追上美国军事科技的水平 追上水平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战治美国 所以这个逻辑关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 我们十分清楚的看到 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将会加强 那么再有呢 就是巴西总统正在访问中国 讲到这个巴西总统访问中国 我看到巴西总统 可能太想讨好中国 或者是讨好中国人 讲一个话非常的搞笑 他说我作为巴西总统 我也经常关注中国足球 巴西足球是全世界 水平最高的一个代表 或者南美水平最高代表 你在这个时候 在中国足球队 男子足球队 出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你告诉中国人说 你经常看中国足球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巴西总统讲这番话 在中国的网民当中 引起了这个议论纷纷 很多人真的哭笑不得 但是巴西总统 这是访问中国 除了说关注中国足球之外呢 他讲的更多的就是 和中国如何联合起来抗美 如果巴西在抗美的话题上 这么想跟中国合作 美国会怎么看呢 美国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呢 巴西总统说要跟中国团结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抗美 巴西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抗美的实际行动上 能够走多远呢 如果巴西走得远的话 美国又会如何看待它的中南美洲政策呢 美国一向把中南美洲认为自己的后花园 不允许别人染指 不要说像俄罗斯中国这样过去敌对的国家 哪怕是欧洲国家想在中南美洲 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都不允许 所以如果巴西在联合中国抗美的 这个话题上走得太远的话 我也不相信美国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毕竟过去美国利用自己中情局的力量 在中南美洲颠覆一个国家政府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只不过看拜登政府或者下一届美国政府 对中南美洲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有多强硬如此而已 那么这些是我们说的访问 还有呢就是不访问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啊 中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 布林肯到中国访问已经是讲了很久的话题了 本来要成型了 因为出了个气球事件 所以呢布林肯推迟到中国访问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呢 说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布林肯到中国的访问 如果布林肯不到中国访问的话 这位美中之间缓和双方的关系肯定有负面影响 但是布林肯如果不访问中国的话 那么美中的经济脱钩这个话题 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布林肯不访问中国 难道耶伦就可以访问中国吗 难道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就可以访问中国吗 如果这些美国政府的内阁官员都不访问中国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的经济脱钩 是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它将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我们看到数据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对欧洲的出口都有所下降 而对俄罗斯的出口 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呢 有所上升 总体来说 中国的出口量确实上升了 我看到中国一个媒体 他这样描述 中国对欧美的出口下降 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 他说啊 美国为了转移生产供应链 所以呢 不把订单落在中国 但是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订单落在东南亚国家 而东南亚国家在原材料方面 在这个产品上游方面 还是要依赖中国 所以等同于美国依然在依赖中国 虽然表面上看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 但是美国对中国依然有很强的依赖 真是这样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有中国媒体来分析 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下降了 但是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了 这些媒体认为啊 因为美国不把订单落在中国 把订单落在东南亚 那么所以呢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了 美国在东南亚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呢 增加了 但是呢 因为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原材料 在这个产品的上游依赖中国 所以其实美国依然依赖中国 我们知道过去在生产供应链上 美国依赖中国是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生产的原材料 包括了廉价的劳动力 包括因此而生产出来的廉价的工业产品 还有整个运输系统 但是如果现在美国不把订单落在中国 转而把订单落在了东南亚 哪怕真是在原材料上 很多原材料还是来自于中国 但是我们要说的劳动力的问题呢 这个还有运输的问题呢 还有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这些加工企业的问题呢 这些企业一定会受到损失 所以说 中国如果没有了美国的订单 而美国把订单落在东南亚国家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产供应链转移 中国的出口工业 一定在欧美的这个方面受到影响 但是东南亚或者俄罗斯 进口中国货品多了 是不是代表这些国家 可以取代欧美市场 或者说可以取代欧美国家的消费能力呢 我个人觉得肯定这是不能对等的 所以说因为美国生产供应链的转移 这就是很明显 美中之间要决胜负的一个前奏 当美国把生产供应链转移的越干净 美中之间决胜负的时候 美国越没有任何顾虑 那么再有呢就是美中之间或者是欧中之间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就台湾问题 之前我们说过 马克龙到中国访问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改变了法国对台的一些说法 那么这个改变呢 很多人都以为 是不是欧盟也改变了 那么现在在日本正在举行七大工业国的外长会议 在这个外长会议上啊 七大工业国明确表态对台湾政策的看法 而七大工业国的对台政策呢 很明显没有任何改变 跟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你觉得七大工业国的外长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德国的外长访华期间 跟中国外长秦刚在记者会上直接因为台海问题对象啊 就可以显示 马克龙无论怎么说 马克龙改变不了欧盟的对台政策 马克龙也改变不了七大工业国的对台政策 也改变不了北约的对台政策 所以说对台政策除了美国和中国是一个不可逾越鸿沟之外 那么未来我相信也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为这个台湾问题在中国看来是个最敏感的红线 那么所以这就增加了美中之间对抗的必然性 那么既然美中之间对抗是必然的 既然美中之间必然要决胜负 那么我们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和华裔会不会受影响呢 我刚说了 我觉得在社会的观感上 如果中国和美国是个敌对国家的话 那么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主张美中关系一定要友好 美中之间不能对立 但是问题是美中之间的对立不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或者华裔 我们可以改变的 我们不能改变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在美中之间对抗当中选择自己的立场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 哪怕是美中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 美国社会美国政府美国各界一定就会拒绝中国人这个概念吗 因为现在各州通过的所谓禁止买地 针对的就是中国人 我们说各州通过禁止中国人买地这过程当中 很多媒体他只报道了中国人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法案的核心是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来美国买地 而这些实体来美国买地当然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代表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解读成禁止中国人买地 说到这个禁止中国人买地 如果你在美国是有合法拘留权的话 其实并不受到这个影响 那么这种政策对中国人会有多大影响呢 那我想问的是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华人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需要这样买大面积的土地呢 动辄几十万亩 有多少中国人需要在美国的军事基地 或者一些敏感的建筑附近买地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对中国人的影响 对华人的影响 对华裔的影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它在美国社会造成了一种对中国人这个概念特别的看法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社会一定会排斥中国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最近在美国德州发生的一个新闻 中国有一个教会叫五月花教会 那么这个教会有63名难民 他们以难民的身份来到了美国 并且已经在德州定居了 德州是什么州 德州是共和党的老巢 德州也是最早提出禁止中国人买地的地方 那么现在德州为什么接纳了这些中国人在德州生活呢 这个五月花教会的63名成员是以难民的身份来到了美国 之前我们讲过 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人偷渡来美国 偷渡潮又在中国兴起 我今天还在媒体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据说是在巴拿马一个非法移民的聚集地所拍摄的 这些人呢正在等待前往哥斯达利家 最终的目的地呢是越过美墨边境来到美国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有大量的看起来像中国人的一些青壮年在等待着排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讲过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取到中南美洲越过美墨边境 以非法移民以难民的身份进入了美国 这个五月花教会的63人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了 他们先到了泰国 然后在美国教会人士的帮助之下呢 在泰国成了难民 这些人呢来到了美国到了德州 现在他们已经被批准在德州定居了 他们不是货真价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 他们来到美国之后 为什么在德州得到了各界的这个照顾 得到了社区的欢迎呢 其实在美中对抗的时候 美中之间对抗什么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美中之间的对抗有很多话题 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 包括人权问题 包括美国认为中国破坏了国际的规则的问题 在这种冲突和争端之下 美中之间才出现了对抗 而在这个对抗当中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裔 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也决定了美国社会如何看待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我们以己之力 没有办法改变美中冲突未来发展的态势 但是我们在美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我们只能静待这场冲突 尘埃落定 胜负绝出之后 美中冲突对我们的影响才会消失 但是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想只有天知道了 那么再想多讲一个话题 就是即使在美国有这么多州通过了禁止中国公民买地的这个法律 这就代表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活不下去嘛 这个话题我已经多次讲过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搬到一些其他并不禁止中国人买地的州 那么再有呢 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当美中的冲突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用自己的选票和钞票 还可以影响美国政治 这种影响就体现在州议会会不会对过去通过的一些禁止中国人买地的法案提出修正案 或者把这个法案直接废除掉呢 那么这要看中国人未来华人在美国的政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可以努力的目标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